香港的巴士司機,你開工十三、四個小時,駕車就不可以多過十一小時 但是你經常都說國際標準、國際標準,車就很難國際標準 但是你的時數就不是國際標準,因為你看看,如果你跟歐盟那些比,他們就不可以超過九個小時 以九八八千幾個司機,加完工萬幾個,其實你每人加兩、三千都可能兩億左右的開支 其實是可以足夠應付的,所以市場上就不存,就說請不到人,只不過是工資的問題,我覺得應該就應該提高一點的 薪酬問題偏低是一個根源,巴士公司應該快快調整它,請回足夠的車長 因為這幾天,剪了一些兼職的車長之後,已經令到班次收車很嚴重 而且有一些站長為了保持班次,就要車長已經是違規超過六小時的工作 不能讓他休息或者吃飯,這樣來說呢,對安全又是產生了一個問題 兼職都是經過運輸處考牌,考過巴士排回來,不是隨便撿回來的 公司貿然停工,對一種認真工作的兼職是很不公平的 兼職和我們正職之間有充足的休息的話,其實是沒有衝突的 一樣都是有專業的水準去服務市民 他本身是這樣的態度,影響到其他人 而市民,有時我們做乘客也是不知所謂的 鬧市機,所以希望大家是相互相成 不要只得慢麻,解決個問題,即使一定要請 不知道現在九包有沒有一個類似情緒管理課程 這次我認同情緒管理課程 因為譬如說,就算是特區政府 他都會提供情緒管理課程給自己的公務員 去服務市民 看你一見 期待來嗎 謝謝 我們在一起 我望你 我們坐下來